開幕 3 2 1 請貴賓剪彩 小兒子書房盛大開幕 策展人蘇利麵也特別到場 參加剪彩儀式 孩子開發的軟土跟DIY 手指頭非常輕易的 把它捏出一個手指頭的適合性 超用心的策展 從場域空間到少孩玩的玩具 以及遊戲活動 每個環節都緊緊叮牢 一般人的家裡都是 爸爸的書房 我們家的書房 可是針對小孩子本身 其實他沒有自己的 把這個書房想像成是一個 孩子的秘密基地 大人進到他的書房的時候 我們要認為我們是客人 不再是一個上對下的關係 而是讓小孩子充分 變成一個獨立個體 推廣台灣原創 孟田文創轉役 文學經典小兒子打造IP 有動畫 劇場 手繪本 深受各級好評 透過不同面向 傳遞親子之愛 執行長蘇利妹就許下心願 期待打造小兒子書房 三十一號終於在台中 成立第一間小兒子書房 很安靜在這邊看書玩 因為很難 以小孩子為中心聚焦親子 書房中有一系列手繪本 書籍遊戲區手作區 還有大屏幕播放小兒子動畫 讓小孩能在這盡情享受歡樂時光 我們把整個書房的內容 還有策展的概念 還有包含所有的選書 還有活動 我們全部做完的標準化 比方說台中 我們會增加更多有關台中的書籍 同樣的到了別的縣市 我們也會做一些調整 小小心願終於實現 打造小兒子書房 在這盡情發想腦力激盪 成為小孩子專屬的秘密基地 三里新聞陳建東 胡聰祥 台中報導